做一些touring 巡迴的表演 主要都是做一些推廣魔術的事情 會做示範表演 可能當中有些好像訪問 在教學校裡面 也可能會講一些很迷你的講座 類似都是告訴中小學生 魔術是什麼呢 有什麼途徑可以去學或者去欣賞 我自己在學校方面會比較多 這一段時間 阿John呢 阿John也是跟Queenie一起在學校表演多 反而我的崗位是有一點不同的 我是做一些比較培訓 訓練的事情會比較多 譬如我們內部自己的魔術師團隊 我們有其中一個就是女子魔術團 女子魔術團 對 女子組 有一年我們成立了一個Magic Queen Team 就是兩個女孩子 她是一個表演的安排和項目 挺特別的 哇 魔術也有圈子 挺好啊 這個 但是其實魔術呢 我知道 她挺講求的道具和環境配合 對 你們去不同的地方 其實會不會有時遇到場地方面的限制呢 遇到我們有時主辦單位 他們一定對自己的活動有要求的 就說 精彩一點啦 精彩一點啦 有多精彩 得多精彩 什麼刀仔鋸大 不是 刀鋸美人 這個不用懂魔術都懂的 刀鋸美人 對啦 還有那些什麼 要你變一隻獅子出來 對啦 真的會的 她把大衛高拍飛那裡套在你身上 你明白嗎 通常都是這樣 其實如果我們一般專業魔術師 坦白這麼說 如果我們有大衛高拍飛 譬如電視台可以提供 有那個預算 還有其實有那些場地 坦白說我們大部份的專業魔術師 都做到相同的東西出來的 是嗎 都做到的 不只是大衛高拍飛才能做到的 當然啦 譬如說David Croberville 他比較有型的 他做出來就比較有型的 感覺比較好看 你沒那麼有型就做出來沒那麼有型的 但基本上其實做到 同樣的技術做到 但反而有時在香港 可能地小人多 還有有時活動多 反而相對之下有時預算有小 可以做到的東西 有時會有一點點限制在那裡 會有一點點限制 還有香港人來說 我自己回看 接觸魔術都會在電視上 或者是看影片 可能他會把這件事 想套入在自己的活動裡面 即是會這樣 即是怎樣套入自己的活動裡面 譬如說 我見David Croberville 穿過這個萬利長城 那其實你可不可以 穿過那個back job 穿過那個back job 或者他變過女助手出來 很厲害 或者你可不可以 變我的CEO出來 但我的CEO是300磅的 而且他已經是60多歲了 即是有時都要拿著拐掌 即是很多時候他們自己幻想出來 他是看了哈利波特的魔法 不是叫魔術 是的 但真的很奇怪 因為如果一個 未學過魔術的人 或是不太認識魔術 但他看完之後 他永遠會對魔術師 有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覺得魔術師應該是 無時無刻都可以 為一些觀眾 或者是身邊的朋友帶來一些驚喜 即是可能我會想 可能John King 跟阿桂他可以變一些東西出來 最近是等錢花 變一些銀子 沒錯 通常會變別人的 去我們自己的那裏 是的 變變一下去了你那裏 沒錯 不過其實變魔術 我覺得是一門學問來的 其實都是一個表演藝術 是的 你們初初表演的時候 會剛剛去到台上 會不會都會出現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發呆溫 就是協償 緊張 有沒有 其實 看你都很穩定 我也不是 有時我覺得是記性 我反而覺得 又是說回香港 有很多不同的場地 有時場地未必可以配合 所以譬如說 我練習的表演 可能是我們說的套路 套路 我們的Routine 我們的Routine 假設這樣說 譬如A B C 三樣的 但可能在同一個表演裡面 因為因應不同的場地 我們做的事情 可能要有些少的修整 是 譬如有些 這個場太小了 我們可能要遷就 不要去做 但去到那個轉節位的時候 會突然間 去到這個位 你要遞高一隻手 這樣做一些事情 但你是沒有了那個部分 試過有一次 就是因為聖誕節太多表演 可能我頭三場 都是同一樣做A的事情 但去到第四場 因為之前跟同事都聊了 譬如和John 我們的魔術顧問聊了 就說 因為場地的問題 某一部分的意義 我們就不表演出來 找其他東西去取代 但去到那一刻 你不知道是否做習慣了 你有個肌肉 有個記憶 無緣無故對著手 但你沒有意思 但沒有意思 說嗨 就說嗨 然後選 然後就 嘿 這樣 然後做其他 會不會有這些情況 對 那個場地那裏 因為我知道有些魔術 好像我們現在的鏡頭那樣 觀眾看我們 大家這樣看而已 那些魔術就OK的 但如果去到一些 譬如三面台或者四面台的話 某些情況下 魔術可能會穿崩 對 其實魔術來說大分 大分分開舞台類 即是我們是遠一點看的 還有一些是近距離 可能是在台面上 或者是在旁邊已經玩得到 即是分了兩大類 如果一般 其實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都說你不要緊 你可能隨便拿一副pepper 或者在台上變幾個銀子已經OK了 但講說他各個觀眾的人 可能是一千幾百人 但如果你變成這麼細微的東西 其實就算效果好很多 他們都是看不到的 是 那變成有時變成很多限制 甚至乎舞台都是這樣說 譬如三面台 或是可能我是廣場裏面的 只是對著前面的鏡頭 只是對著前面的 那其實效果已經是差很遠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時我們量度表演內容的時候 其實都會問清楚 你的台是甚麼的 試過有個個案 但問清楚也沒有 是 很好笑的 是 我們接下來有個派對在船上做的 是舞台表演來的 是 記住有舞台的 那就可以了 如是者 大家就執拾好行裝 預備好勢 想說來吧 就行了 然後一去到 怎麼這樣呢 那台呢 我跟他說了你的電話 是舞台的 舞台 舞台 舞台嘛 跟你說好了 是舞台 當時就很徬徨 不過你現在也是一個經驗 真的被他們吹到啤一聲 不是啊 舞台 因為其實準備的也會不同了 很幸運有時我們也會有兩手準備的 當然是會打個折的 就變得沒那麼好 所以溝通方面一定要清楚 那倒是 沒錯 還有剛才你說有一組 魔術分量大類舞台 還有近身那種 其實近身那種那個技巧 就是小的技巧 那些細技巧 是不是要求會高一點點呢 其實也是的 因為這麼近 大家 因為其實近 大家首先要注意的就是 其實這麼近距離 很多東西他要看得很清楚 因為放大一些 他要看得很清楚 而技術上的層面 可能那個所謂的表演技巧 那個表演的表演 那個是要注意得很好 因為如果不是他會覺得 大家站了那麼久 你又不出聲做什麼 站在那邊看得很沉悶 對的 那樣子是很奇怪的 其實我們的表演技巧 可以控制得很好 還有因為近身的技術 那個要保持得很高的水準 才可以不會讓他跌穿 或者看到一個破綻 還有做到一個效果出來 其實那個玩具其實也蠻多 因為魔術 就是像我兒長所說 我兒媽和兒長 都是國內的魔術師 那他就說魔術就是什麼 你們要從字面上解 就是上面一個麻 下面一隻鬼 麻痺了觀眾 你就在下面搞鬼了 那就出現魔術了 因為他是這樣跟我解釋的 其實也對的 其實魔術 好像日本 日本我相信有上網看一些片 很多片 都會看到有一個英俊的外國人 在日本街頭那裡 變很多魔術出來 驚訝 對的 哇 很多日本女粉絲 搞到前陣子很多年輕人 都想去上網這類型的魔術 因為其實如果說到街頭魔術 其實也有一些典故 其實如果最原始 最首批的街頭魔術 應該由那個外國 黑鬼 Derek Brain 那時候就是首推的 因為那時候他出了一個影片 就拍下了其實很草率的 那時候就覺得 好像是一個自己日常生活的一個片段 就是在街上玩給街坊朋友